登录账号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它有四大板块 我们需要先点击全面检测 进入界面之后我们需要拿我们这个摄像头 然后给顾客检测皮肤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六大板块 需要根据我们这个六大板块 去给它在不同的部位去进行拍照 首先是额头 拍照的时候需要告知客户 需要闭眼睛 然后它拍照的话 它会有三个不同的光线去给它拍照 下面是脸颊 再下面是我们的一个鼻子 嘴角 下巴 我们拍照完毕之后点这个分析 解测完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皮肤的全面分析 它这边有皱纹 毛孔 色斑 粗糙度 油分 敏感度 水分 粉刺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检测 点开皱纹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皱纹的一个分析 下面的话会有我们的一个分析报告 然后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数值 那如果说要看我们的毛孔的一个检测报告的话 点击我们的毛孔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有分析报告 及我们的数值的一个曲线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皮肤的一个对比图 看完这些分析之后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是给我们的皮肤的一个综合建议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 一些数字 包括我们的一个人重的一个程度 下面是我们的一个商品推荐 这边的话可以添加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 然后它这边的话点击我们的产品 就会有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功效 右下角的话可以点击这个浏览报告 然后直接将我们的皮肤检测报告打印出来 点击退出 它会有一个定点检测 如果说我们面部问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地方 可以再点击定点检测 检测完毕之后 它会再一次出现一个分析 分析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点击进入到我们主页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查看报告 就我们皮肤整体的一个检测结果 就全部显示在我们这个皮肤检测报告上面 那我们再点击退出键 然后我们点击退出之后 会看到一个护理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下面开始就给顾客进行做护理 首先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护理的这个界面是有六大功能的 接下来是我们离子气泡笔的操作 我们点击我们需要点击离子气泡笔 点入进去之后上面会看到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操作的一个时间 去增加或减少我们的一个操作时间 然后也可在我们这个ipad的上面有一个开关键 点击它 然后这边我们的手锯上面也有一个控制开关键 那我们在进行操作之前 首先需要在自己身上试一下我们的一个水量 及我们的一个气泡笔的一个吸力 如果觉得合适再给客户进行一个操作 那首先我们需要从额头开始给顾客进行操作 操作的过程中需要询问我们的客户 是否能是否能够接受这个吸力 他如果觉得吸力过大 可以将我们的一个吸力敲解销 然后我们额头操作完毕之后 可以从下巴开始 按美容五线的走法 去给他进行一个全脸的一个清洁 然后全脸操作完毕之后 可以进行我们踢去的一个清洁 如果像踢去问题一样严重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进行多次的一个清洁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铲皮刀的一个使用方法 我们点击铲皮刀 也可以在我们屏幕上点击开关 也可以在我们手柄上直接按这个开关键 那这个铲皮刀呢 它操作在顾客体肤上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即可 然后这边的话有三个模式 有M1 M2 M3 M1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循环模式 M2 M3是我们的一个间接模式 然后的话上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操作时间的一个调节 然后这边是我们一个能量的一个调节 那我们操作的时候 选择能量的时候 可以从低到高去调节 一般的话我们先从二调节开始 然后操作之前需要将我们的铲皮刀进行一个消毒清洁 然后再根据顾客 一些 然后再给客户 然后再给客户进行操作的时候 需要在一些 死皮和老发角色较多的地方可以给它进行操作 如果客户脸颊比较薄的话 我建议去调节 才提到这个功能 接下来是我们超声波导入头的一个操作 点击超声波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时间和能量 然后根据自己的操作进行去调节 然后这边也是有三个模式可以去选择 然后我们点击我们手柄上的一个开关按键 我们的超声波导入头呢 它是一个高频导入 然后加快我们的一个产品吸收 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问题 然后可以将不同的产品进行一个导入 那我们导入的时候呢 也是按走美容无限的一个方法去给它导入 按走美容无限的方法去给它一个导入 下面是我们冰封头的一个操作 我们也是点击冰封头的这个界面 它会出现时间和一个温度 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操作时间 及我们需要的一个温度去进行调节的 那这边可以按我们手机上的一个开关键进行操作 我们的一个冰封头呢 它是用来给我们的肌肤进行一个锁水补水的 然后进行一个舒缓和镇静的 那我们的冰封头呢 也是按走美容无限的方法去给它进行操作 接下来是我们黄金色评头的一个操作 点击我们色评头的黄金色评头的一个界面 然后根据我们操作的时间 及我们的一个能量进行去调节 我们的黄金色评头 它是可以氮化细纹 促进我们的一个胶原蛋白再生 下面是我们离子的喷枪笔的一个操作 点击进去之后 这边有时间和我们的一个开关 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操作时间进行去调节 我们的离子的喷枪笔 它主要是可以将我们的产品 它主要是可以将我们的产品细小物化 然后促进我们的一个基底的一个渗透 那我们操作的时候需要避开顾客的眼睛 及我们的一个嘴巴处 然后将需要将我们的皮肤护理液喷至全脸即可 我们的智慧冰蓝操作介绍完毕 我们的皮肤护理液喷至全脸